欢迎您收看《华尔街简报》 瑞士清洗黑钱 我得亲眼见到才会相信 英国独立报 瑞士计划引入新的法规 要求信托和公司的所有者透露身份 此举旨在打击金融犯罪 提升瑞士作为安全和前瞻性金融中心的声誉 瑞士财政部长卡林·凯勒·苏特表示 建立一个强大的防范金融犯罪的体系 对于瑞士金融业的持久成功至关重要 前俄罗斯汽车经销商经理 应向国外汇款被判八年半有期徒刑 路透社 前俄罗斯汽车经销商Rolf的业务发展总监 Anatomy Carroll因参与非法资金转移 被判处8.5年监禁 发现Carroll使用伪造文件 作为有组织团伙的一部分 向国外发送大笔资金 该案件由俄罗斯调查委员会于2019年发起 指控Rolf以高价购买其子公司的股份 并将资金转入奥地利银行 一家塞浦路斯公司的账户 对Rolf创始人 Serge Petro和其他几名经理 发出了逮捕令 但他们尚未被找到 拥有奥地利公民身份的 Petro否认所有指控 并暗示针对他的调查 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 乌克兰公民Carroll在法庭上被拘留 2021年 Rolf被竞争对手Clayutrato收购 Petro和Carroll的律师为回复制品请求 阿达尼公司在媒体对其商业帝国提出新问题后 抨击索罗斯资助的利益 CNN 印度亿万富翁高塔姆 阿达尼的企业集团阿达尼集团 否认利用秘密的离岸业务来提升其市值的指控 该集团将由调查记者网络IGF提出的这些指控 称为翻新指控 这些揭示是对阿达尼集团一系列指控的最新发展 Hindenburg Research称其为企业史上最大的骗局 在这些指控公开后 该集团的市值暴跌 竞争局批准了135亿加元的RBCHSBC加拿大交易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竞争局已批准加拿大皇家银行RBC 135亿美元收购汇丰加拿大银行的交易 该交易将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国内银行交易 目前正在等待加拿大金融监管机构的关键批准 包括金融机构监管局和联邦财政部 RBC预计该交易将在2024年第一季度完成 意大利联合胜保罗银行董事长认为 意大利的意外税收对银行的影响有限 路透社 意大利联合胜保罗银行董事长吉安·玛利亚·格罗斯·皮埃特罗表示 他对风险税对意大利银行的影响并不担心 他认为 这项税收将使联合胜保罗银行损失不到10亿欧元 而意大利银行足够强大 能够承受这种影响 风险税是一项针对利率上升所获利润的一次性措施 预计将为意大利财政部筹集不到30亿欧元 意大利的不良贷款提议可能会损害关键市场 一位高级银行家表示 路透社 一位高级银行家表示 意大利一项旨在帮助拖欠借款人的法律 可能会对该国的不良贷款NPL市场造成损害 这项由乔尔吉亚 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党提出的法律将允许借款人 以等同于贷款毛明义价值加20%余价的价格 偿还原始贷款 该银行家警告称 这可能会削弱NPL市场 而该市场在帮助银行摆脱坏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项法律还可能促使外国投资者将注意力从意大利市场转移 加拿大反垄断机构支持加拿大皇家银行以100亿美元收购汇丰银行部门的交易 路透社 加拿大竞争局表示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收购汇丰银行国内部门的提议 不太可能对竞争产生实质性影响 然而 监管机构指出 该交易将导致加拿大最大和第七大银行之间的竞争减少 预计该交易将帮助RBC巩固其在全球最集中的银行市场之一的领先地位 该市场的前六大银行控制着约80%的银行资产 该交易仍需获得财政部的批准 印度邀请投标进行IDBI银行资产评估师 路透社 印度政府邀请竞标者为IDBI银行任命资产评估师 因为他寻求出售该银行的多数股权 资产评估师将负责对该银行的资产进行评估 并在销售过程中提供协助 竞标截止日期为10月9日 目前 印度政府和印度人寿保险公司共同拥有IDBI银行约95%的股权 并希望出售他们的股份 俄罗斯副财政部长表示 莫斯科不会轻易让外国银行离开俄罗斯 路透社 俄罗斯副财政部长亚历克谢 莫伊谢耶夫表示 政府不会让外国银行轻易离开俄罗斯 莫伊谢耶夫在一个论坛上发表了这番言论 并表示他知道有一家银行正在申请出售其在俄罗斯的资产 俄罗斯央行行长希望货币管制保持有限 路透社 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埃尔维拉·纳比乌利纳表示 货币管制不应给经济主体带来困难 应仅限于其作为一种镜像操作的角色 此前 由于西方对乌克兰危机的制裁 俄罗斯不得不实施紧急措施来保持外贸和支付的流动 并支持卢布 财政部长安东西鲁安诺夫在一次银行论坛上 也谈到了货币管制的问题 他表示 中央银行以前在这个问题上更为严格 但现在财政部采取了更加自由的立场 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利纳不排除加息的可能性 路透社 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艾尔维拉·内比乌利纳表示 他不排除进一步提高利率的可能性 因为他仍然看到可能导致通胀的因素 中央银行最近将其关键利率上调至12% 以应对不断上升的通胀和卢布贬值 一些乡村花园私人债券的在岸债权人收到了利息支付 路透社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的一些在岸债权人 已经收到了其私人债券的利息支付 该公司已将债权人投票 是否推迟债券支付的截止日期延迟至周五 碧桂园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6%的GIC已经到来 但它不会停留很久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报道 随着利率下降 保证投资证书GIC的回报率可能会下降 报道指出 今年GIC的利率一直很高 一年期的利率高达5.95% 一年半期的利率高达6% 然而 加拿大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下降表明 GIC的回报率将会下降 这些债券的收益率是 GIC利率的关键驱动因素 最近由于对通胀的担忧减轻 收益率有所下降 随着保守党支持的增长 几乎一半的加拿大人 生活在薪水支票上 民意调查 加拿大环球邮报 Ledger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显示 近一半的加拿大人靠薪水生活 年轻人更有可能 说他们的财务状况不佳 民意调查还显示 对保守党的支持正在增加 38%的受访者表示 如果今天举行选举 他们会投票给保守党 对自由党的支持正在下滑 他们在最近的内阁务虚会上 专注于住房危机 民意调查还显示 高价格对加拿大大西洋省 曼尼托巴省和萨斯卡彻温省的人们 打击最大 Pickering Energy Partners 推出石油和天然气投资银行部门 路透社 投资公司 Pickering Energy Partners Ped 将推出一个 专门从事石油和天然气交易的金融咨询部门 此举是在银行对该行业变得更加谨慎 并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投资之际进行的 Ped的新投资银行部门 将提供并购咨询 和资本市场发行等服务 该部门将由两位前巴克莱交易员领导 Ped已经拥有一个 专注于能源转型的投资银行部门 该公司与Perello Weinberg Partners的非竞争协议 已于2019年到期 使其能够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咨询工作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